最近看到就是在港股了A股了都有同一个情况就是一些纪元股啊还有一些周期性比较强的股份了啊最近的股价的行情都是做的比较好一点的啊我觉得了就是有一些海外的基金觉得就是中国政府了过去几个月不断的把这个基金打着进去这个经济里边打进去这个市场里边对于是 这些经济周期比较敏感的一些板块来讲了2009年下半年了这个行情了应该进一步的做好一点的啊在整个基源股方面了我觉得了就是煤炭股的投资机会投资价值了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啊中国铝业中长线是可以吸纳的啊但是来说了钢铁股了啊我觉得这个股价的波动性短期之类还是会比较大一点的中长线问题不是很大但是短线的波动性应该是 是非常的的厉害的啊所以投资者来要小心的选择一下因为一些周情新的股份现在来说基本基本因素比2008年好的多啊但是最好的时间还没有啊还没有见到啊所以来说了作为一个中长线的投资我是建议的但是作为一个短炒的杀木的话呢啊我会建议投资者了在这方面的风险呢要考虑的比较清楚一点 期间 2 1